青岛的气息是清新海风 混合着啤酒花的香味 青岛的颜色是从在老城区的小鱼山上 遥望到红瓦绿树 碧海蓝天 青岛的声音是一百多年前开始 青岛人家窗口传出的钢琴声 小提琴声 文艺味道是青岛最标志性的味道 我非常喜欢青岛的一些建筑 德国的原来历史留下来的建筑 还有很多街道 比如说八大关的花室楼 比如说战桥里面的海鸥 这些在外面都是见不到的 曾经玉居青岛的文人默客 多如过江之几 从蔡元培 沈从文 巴金 到文艺多 玉达夫 老舍 无不对青岛推崇悲至 杭州人梁石秋 一青岛中说 我虽然足迹不广 但北自辽东 南至百越 也走过了几十省 切以为真正令人流连不忍去的地方 应退青岛 我们现在来到了青岛的一家最老的老字号 春河楼 我们可以看到春河楼的这个牌子下面 是康有为先生的提名 康有为先生呢 经常会在这里吃饭 隔三差五的就会来 我们现在应该能看到墙上 有很多名人都来到这里吃过饭 李鸿章 然后宫亲王傅伟 康有为先生 还有徐特丽 是毛泽东的老师 还有萧红萧君 这个是康有为先生在1923年的时候 种了一棵银杏树 他选的这个家舍的地段真的很好 后面环山 前面环海 这个房子是康有为先生生前居住的住所 小楼有两层高 真的很舒服 看起来 康有为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 现在作为了青岛的城市标语 红瓦绿树 碧海蓝天 不寒不暑 可车可舟 真好 青岛的美留住了许多文人 启发了许多名著 比如说 沈从文的编程 就是因为在青岛遇到了一些故事之后 写了编程 还有老舍的骆驼翔子也是在青岛写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自养人的 给文墨的人喜欢文字的人有很多很多的启发 有个说法 外国人认识中国通常有两种途律 一个是2000多年前的孔子 另一个就是通过青岛啤酒 德国传教士发现青岛劳山的控泉水 甘甜清烈是酿造啤酒的绝佳资源 记得小时候很开心的事就是给爸爸大爷买啤酒 提着带装的鲜皮快步走在波罗油渍十字老马路上赶回家去 跟着我们山东帅小伙去青岛最早的美食街 给柴园逛一逛吧 一百多年前 锅饼 卤包和豆腐挠的名吃汇集在这里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我家里面我奶奶就会做砍花馒头 那个时候家里面都是自己蒸馒头 自己包包子 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 家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像这种 这个应该叫模子 就是专门做卡花的模子 先搓搓一个圆的 然后面子光滑 这样搓开 揉成一个这样的一块面 前提是要把面给放软 放软之后把它印在这个卡花里头 形成一个鱼的形状 鱼要饱满 要把用面在这个卡花里面填实 做卡花馒头通常都是过年过节的时候 年夜饭上必须要有卡花馒头 为什么都爱做鱼呢 就是有一个说法 就是年年有余 好 是不是非常好看的一个 鱼形的卡花馒头已经诞生了 我们现在开始做一个猪宝宝 因为今年是猪年了 我们先把猪猪的耳朵捏起来 然后现在要用紫薯做的捏上 鼻孔出现了 然后用黑豆做猪的眼睛 好了 刚才做的卡花馒头 年年有余已经做好了 现在还冒着热气呢 好香啊 我尝出了馒头的香味 还有甜味 它的口感就是软中带硬 硬中带软 很有嚼劲 好香 张老师好 你好 你在画什么 我在用中国大奇艺的批法 来画这个樱花 青岛花 去过正山公园吗 去过 很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都是 我妈抱着我去的青岛看樱花 现在老师有人说 我们一起去日本看樱花 我说去干嘛去日本看樱花 青岛中山公园就有 青岛的文艺格调 不仅体现在经典老建筑和城市美学当中 更体现在人们热爱艺术 享受生活的态度当中 敦厚的礼仪之风 开放的海洋精神 是这一方味道的土壤与源头 我就是翻面了 然后再还给我 现在把海洋花 或计划 我歌了 其中一 都发生了 都发生了 我把海洋花